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开始吗 动物园有小偷 嗯,今天要讲动物园有小偷 然后呢,翻演 哦,你看 这个是动物园里面的员工吗 他现在在干嘛 这叫镜头 他的海洋里面有好多好多鱼喔 是不是在睡觉啊 可能有 动物园有小偷 诶,是小偷耶,他是小偷 哦,他是小偷啊 看看是不是 有小偷,有小偷 这只天,动物园闹小偷 水踏皮皮,摊桶里的鱼 常常莫名其妙少了一大半 消息一个传一个 弄得动物园紧张兮兮的 嗯,管理员欧伯急得跳脚 四处寻找线索 哦,他不是小偷 他是来找到底谁是小偷 他拿着放大镜查 可是没有脚印 然后也没有毛发 也没有大便 也没有气味 一点蛛丝马鸡都没有 欧伯问 长得最高的长颈鹿 这几天有没有看到可疑的家伙啊 没有没有 长颈鹿们一直摇头 长长的脖子快打结了 欧伯又问耳朵尖尖的狐狸们 这几天有没有听见可疑的声音 没有没有 小狐狸们摇着尾巴呜呜叫 既然没有外人闯进来 会不会是动物园里面的呢 欧伯在脑中搜索嫌疑饭 哪些动物喜欢吃鱼 企鹅 棕熊 小碗熊 可能是企鹅啦 不可能不可能 欧伯摇摇头 动物们有各自的防射 四周只有栅栏 不太可能有机会跑出来啊 最重要的是 大家每天被欧伯喂的饱饱的 应该没有肚子吃零食吧 但欧伯还是一尖一尖的检查 破损的围泥 墙壁也都维修好了 没有一丝空隙可钻 欧伯正伤脑筋 忽然看到小羊吃着新鲜的牧草 欧伯灵机一动 钓鱼用鱼耳 钓爱吃鬼就用食物 他根本不需要到处跑 只要等小偷上门就行了 第二天 早餐时刻到了 欧伯像平常一样 到水踏皮皮的房舍 房舍旁有个露天大水池 欧伯把鱼筒挂在脖子上 欧伯把鱼筒挂在脖子上 慢慢走进水池中 一边沿路抛鱼一边喊 一只 两只 三只 欧伯这样做完全 欧伯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皮皮 水踏本来是在水中抓鱼的高手 但皮皮不一样 他是个孤儿 被送来动物园的时候还不到一岁 不会游泳 不会抓鱼 甚至不敢下水 水踏可不行怕水 为了训练皮皮 欧伯用最好的鱼 一步一步吸引皮皮下水溺食 但是这样一来 皮皮吃东西的速度变得慢吞吞的 欧伯有时会把鱼筒放在池边 先去打扫房舍再回来喂 切鱼案往往就发生在这个时刻 到底是谁偷了鱼啊 不过今天欧伯有备而来 他把水桶放在池边 假装去皮皮房间打扫 再偷偷走进来 忽然一道道灰灰白白的身影扑下来 咻 是什么东西啊 哇 是叶鹿 哇 好几只叶鹿匆匆进攻 叼了水桶的鱼就飞走了 原来是这些可怕的鸟啊 它的名字叫叶鹿 它的眼睛是红色的 然后眼睛周围是细细长长的黑色 头跟下巴都是白白的 看起来杀气腾腾的 原来就是它们偷了鱼 哎呀原来是这群空中大盗 欧伯伯拍拍脑袋 夜入不住在动物园里 但靠着一双翅膀 进进出出 敢也敢不走啊 日子久了大家都习惯了 它们的存在没办法啦 小偷飞得无名无中 证据也被通通吞下肚了 还是想想该帮皮皮的泳池 加个屋顶 还是把鱼桶加个盖子 皮皮也该学学如何 保护自己的食物了 切鱼案正式宣告侦破 欧伯开心的睡了一个好觉 没想到第二天猴子纷纷来告状 它们的香蕉和花生都不见了 哎呀呀 这一次又是哪一个小偷啊 偷了香蕉和花生 嗯 真是辛苦欧伯了 好啦 我们讲完咯 这就是动物园有小偷的故事 嗯 很特别吧 我想要像下一本 像下一本 好 嗯 嗯 嗯